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篇四十四章九到二十六节 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受辱 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 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 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 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 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你骂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 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 被四围的人吃笑几次 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 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 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 这都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却没有忘记你 也没有违背你的约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 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 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 用四阴遮蔽我们 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 或向别神举手 神岂不见察这事吗 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主啊 求你睡醒 为何尽睡呢 求你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你为何掩面 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 和所受的欺压 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 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 求你起来帮助我们 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 今天的经文是 诗篇44篇9到26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12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 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好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在这篇诗篇当中 看到了诗人在苦难当中 所发出的这样的呼喊的声音 诗篇44篇9到26节的内容中 诗人表达了 虽然他自己保持了 这样纯正的信仰 保持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 但是他却遭受了苦难 上帝丢弃了他 使他遭受了凌辱 使他遭受了羞辱 在第12节说 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这句话意味着 神使着以色列民族 神使神的选民受到了外邦的支配 这样的一个事件 并没有给上帝带来任何的荣耀和益处 相反 神子民以色列的蒙羞 还遮盖了神的荣耀 外邦的民族们会说 他们信上帝 他们尽为耶和华 最终他们还遭受了这样的屈辱的 这样的事情 因此尽管如此 上帝还是让以色列民族受苦 所以世人在这里发出了这样的一声恳求 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 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对于我们今天 我们也许也会问 我们为什么也会遭遇到我们无法理解的苦难 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也会常常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 我们无法理解的挫折 或者说是试炼 以至于非基督徒看到基督徒所遭遇的苦难以后 他们都不敢去相信耶稣了 好像约伯一样 我们保持着纯正的信仰 对神拥有着敬畏之心 但是也常常要经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苦难 我们相信这是神的主权 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操练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任何制作乐器的木材都是要精选的树木 就是树林以及木材的含水量和它的这个纹理 以及木质的强硬度都是非常的讲究 曾经有一把弧琴叫做胶尾琴 这把弧琴之所以有名 它有以下这么几点的特点 第一是它的年代久远 第二是它是好的木料所制造 第三它出自于名师之所 第四它曾经为名人所拥有 但是在这些所有的共同特点当中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 它是从一段烧焦的木须当中被抢救出来的 也就是说制造制作它的这个布料曾经被大火给烧过 然后做成了琴 它的尾部还显得看得出有一些这样的焦痕 它的声音特别的好听 也许是因为从火中被抢救出来的时候 大火使得这个木质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 以至于这个水分达到了最低的含水量 经过处理以后 它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琴 我们也好比这个焦尾琴 在我们人生的苦难当中 许多的灾难挫折 就好像这汹汹的烈火一样 熬炼着我们身上的很多的旧我 上帝就好像那位至情家 要把我们做成这把焦尾琴 虽然我们身上拥有着这个被烧焦的痕迹 苦难带来的伤痕 但是我们相信经历了这样的试炼以后 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愿上帝也能够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靠着神的话语 在苦难和试炼当中 熬炼出现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二十三节 主啊 求你睡醒 为何尽睡呢 求你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好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看到诗人在苦难当中呼喊上帝 恳求上帝 文字的表达方式好像是看到了上帝沉睡了 上帝没有醒着 诗人用这样的恳求的语气去唤醒上帝 当然这是一种修辞的方式 文学表现的形式 诗人在这里并不是在说上帝真的睡着了 而是以这种形式来表现出 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渴慕的热情的 毫无办法的这样的一种恳求的热情 我们把我们自己置身于诗人的这种环境当中 可以看到诗人在苦难当中 在罪和苦难当中的包围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使得他不得不去依靠上帝 使得他毫无办法只能去紧紧的抓住上帝 因此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迫切的恳求 我们在毫无依靠自己的情况下 毫无去办法去解决我们尽快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去抓住上帝 有时候苦难是一种化妆的祝福 的确是这样当我们在苦难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在罪的自责当中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去抓住上帝 我们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恳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本质就是否认神 不信神 不愿意依靠神 只要我们还拥有那么一点点的能力 我们还拥有那么一点点的办法 我们总会想到去依靠我们自己 而不愿意去祈求神 而不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去履行一个祷告的生活 敬虔祷告的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世人在这种苦难的情况下 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去呼喊 他去恳求 希望上帝能够去帮他解决 他所面临的这样的境况 上帝他是希望我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来到他的面前去祷告 因为神清楚地知道 我们活着是因为一口气 我们活着我们需要去祷告 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 我们若不祷告 我们的灵里面就会死亡 我们的灵里面就不会健康 我们若不祷告 我们就很容易受到魔鬼的试探 因此在这里 我们要懂得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天父的怀中 去享受那属灵的安息 去享受在天父怀抱当中的 这种属灵的沟通 因此弟兄姊妹们 我们通过诗篇 四十四篇第二三节 可以看到 我们无论什么样的人 只要我们活着 我们或多或少 我们总会遇到愁脑的事情 我们总会遇到或大或小的苦难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祷告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像世人一样 迫切的去恳求 去摇动上帝的双手 去唤醒上帝的沉默 去用我们祷告的热情 去感动上帝 弟兄姊妹们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人生当中 第一重要的职业就是祷告 我们其他的都是我们的父业 曾经有一位很伟大的基督徒 斯不珍说 基督徒所有的美德 都藏在祷告意思当中 祈祷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以便我们能够与上帝能够沟通 宗教改革时期的马林路德 也这样说 裁缝以制衣为业 基督徒以祈祷为业 弟兄姊妹们 希望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诗篇 让我们也学习 世人这样恳求的态度 让我们在逆境当中 让我们在困难当中 让我们在罪的环绕当中 让我们不要自暴自弃 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去恳求神 去摇动上帝的双手 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困境 愿上帝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在天父外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主啊 让我们也真的是像世人一样 来到主的面前 去祈求主你 去恳求主你 让我们拥有一颗祷告的心 让我们拥有一颗祷告的热情 让我们能够去凭着我们 尽前的祷告 去解决我们生命当中 所遇到的各样的难事 主啊 我们也要向你献上感恩和感谢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遇到的任何的挫折 这都是主你对我们的熬炼和祝福 以至于我们能够长大成人 像耶稣基督一样 拥有主你荣耀的生命 主啊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圣灵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